玩了10天時間來這邊分享一下這10天的遊玩新的吧 新手200抽的活動也還沒有結束 還可以再繼續拿 然後又多了一個進階好禮的活動 還有UR招募 UR招募以無客來講可以買4次 那我已經把它抽光了 那之後就無法買了 那像在招募部分啊 SSR 這邊可以透過一些管道可以換取到召喚券 雖然無法用鑽石購買啦 但是 像在這裡就有了 這邊就可以買到可以抽SSR的紅旗啦 把它全部買光 所以無客來講 全部都是要靠你的血統 夠不夠純正的 來抽看看 好 這就是結局 不過也不用特別失望了 像在挑戰 介面這邊 魔導對決就可以獲得當前活動的SSR 不過要 透過收集碎片的方式啦 就像這樣子 滿80格就可以換到 SSR了 每一天啊 要做任務的時候 順序大概就是右上方的任務 先逐一去 去進行 做完了以後 右下方這三個 冒險 試煉 還有回憶之路 再做完了以後 左下方組成 這一塊 也都是要做 紅點都點下去就行了 然後 右下方這邊 也要做 遊戲內容非常豐富喔 隨著解鎖越來越多的內容啊 那也有做一些很貼心的設計喔 大概玩五天的時候 就會出現了快捷戰鬥 這個選項了 也就是說 原本 打到第五關的時候 都要 再打四回合才能進行跳過嘛 現在不用了 全程都可以讓你掃 用掃的 這樣就變得方便很多 就是說 這邊時間有省下來的 然後額外又增加一些其他活動 給你玩了 就是從頭給你掃到尾 不僅在推關的部分啦 就連試煉關卡 像回憶之路這些 都有快捷戰鬥的劍喔 點下去 就可以直接去掃檔了 那在回憶之路 還有分為困難跟簡單喔 這個部分要注意一下 就兩邊都要打 試煉這邊 也有一鍵自動 很方便你也不用手點螢幕啦 有做這些優化了 而這些 比較快捷的方式 就大概就是玩五天左右吧 就會有了 極限之塔 這邊也一樣喔 有快捷戰鬥了 那這遊戲做得很放置啦 但是 內容很多 一天 也要大概玩一個小時 半到兩個鐘頭之間喔 所以 比較沒辦法當作 附屬遊戲這樣子玩 因為它內容實在是太多了 光是 前面說完要做完那麼多 的項目之外啊 這邊 挑戰 好這邊做完 其實 我這樣估算啦 大概 要 20分鐘吧 強者之路這邊 也是後面才出現的 要注意強者之路 你就要分成兩隊了喔 第一隊跟第二隊 有兩隊了 強者之路是兩隊 然後 競技場 競技場這邊打的時候 也可以快速挑戰了 從歷史最高打到第九名啦 那一樣都是無課的 嗯 應該是這個服 沒有什麼人啦 那 現在又出現了高級競技場 這邊就比較不一樣了 這邊難度就很多 就差很多了 目前的第一名給各位看一下 陣容 好陣容大概是這樣 其實也都是課長陣容啦 無課的話 可以略過了 高級競技場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在於 佈陣啦 總共要佈陣出三隊來喔 但是沒有關係喔 這邊有共鳴水晶 所以這邊你至少要開出 12個嘛 因為你要三隊啊 所以你要開出12個 然後同步到三隊去 然後跟人家競爭 除了剛剛 的陣容之外 來這邊講一下角色吧 這邊再重新 解釋一下 我們在進行強化 無論是升級啊 提升魔法源啊 這些東西都是強化格子的 左邊 這邊有六個格子 你全部把它做一做 接下來你要做的只是換角色 你換你喜歡的角色進來就行了 就全部同步了 這個部分做的是非常的簡便 各方面 這個廠商都有考慮到 說明 製作這款遊戲的人 智商是很高的 透過極限之塔 也是爬塔這邊的商店喔 你隨著你 爬的 層數越高的情況下 你就可以換到紙裝了 這邊都有限定的層數 基本上是不難啦 因為 武克大概也推到了 目前推到第幾關了 打到第91關了 還能再繼續推喔 目前玩了這10天喔 完全沒有感受到難度的感覺喔 再來 魔法教室 我現在解鎖四樣技能都成色了 那你只要有40個碎片 你就能去把它激活 然後裝備起來喔 所以你大概要去算一下喔 背包這邊 就會有什麼 碎片啦 可以兌換的啊 這個像爆發魔法碎片 你就看你插幾個 然後去換幾個出來 這個碎片它會給你很多 那我們現在再來看一下 角色部分吧 角色部分的搭配喔 其實是很簡單的 把這邊拉開 上方這邊 這邊拉開 有陣容搭配 你就看你抽到什麼角色 去弄什麼隊出來就好了 那在目前為止 我大概四五百抽應該有了 所以不用擔心 抽角色的問題喔 你會抽到很多張 SR或 SR加這種的 那這邊都是可以升到SR的 他會透過在魔法訓練的時候 可以去做晉升 不過呢 也是相對會有一些 條件 然後 SSR 基本上都是很強的 那我們就來講 三位吧 第一個就是 馬可洛夫啦 放在什麼隊都挺萬用的 還有 單體攻擊 輸出非常高的 艾露莎SSR的 然後都放在切割隊 還有 傑拉爾 這是範圍攻擊 非常強 然後一樣 放在任何隊都很適用的 然後血量 低到一個百分比的時候 還會可以進行斬殺 那其他只要是SSR 都非常好用 如果是一般的SR角色 這些升上去的 都不會比 原生SSR好用 這一點是非常確定的 所以有SSR你一養就對了 目前 出現哈迪斯 一開始的戰力 初始戰力就多了15萬了 這跟一般的 SSR就完全不一樣的層次了 其實這個都是眾科的世界啦 我們大概就看一下就行了 除非你運氣夠好 4抽也能中 那就無話可說了 那在這邊也來分享一下 網上找到有7位 還挺推薦 算是蠻實用的角色 這些是沒有順序之分的 反正你有拿到什麼角色 你就可以試著用看看 第一位就是溫蒂嘛 就是治療 還能加盾 必練了 後期會常用到 球拉 前期怒攻 打前排 還可以100%降低 100的怒氣值 血奶 普攻回血 怒攻回血 還有怒攻回怒 這次在後期是相當實用的 利昂 怒攻全體攻擊前 最高能達到136%攻擊率 還有70%的概率含冷對方 米絲盾格 十字進攻啊 感電加盾 然後對感電的目標 還可以再加傷害 算是一個相當好用的強力坦克 還有兩位 阿卡的推薦 第一位是愛巴格林 他主要就是降低前排的怒氣啦 但是他本身生存力 是比較弱 所以你要把他丟後排才行 然後第二位是 米粒安娜 有50%的概率可以降低後排三人的怒氣 這下阿卡的特點就是 皮都很薄 血都很少 很容易就掛掉了 所以都要放後排 會比較好 玩10天下來 像我當初有發上一支影片是玩兩天的 給他90分 那玩了10天 我還是能給他90分 其原因就是 你要以很客觀的來看這款遊戲 作為放置類型的遊戲 他遊戲的豐富度 是相當足夠的 你每一天 最少要花一個小時半 來處理一整天的進程 那雖然 你無法用鑽石去克 SSR 但是他還是會給你一些 測試人品的機會 然後 SSR的角色 你也可以透過收集碎片 可以去取得 所以在這部分這樣子下來的話 應該是說 就算你沒有拿到SSR 但是如果你是以一個粉絲項類型的遊戲 來玩這一款的話 就算你是SR加2好了 你玩下來 你會感覺到 非常爽快 對 如果是以一般的方式類型來比較的話 這款豐富度是更多的 內容非常多 所以 最快是一個小時半 可以完成你一天 對於一個上班族來講 你要把這些全部做完 真的要一個良好的時間 如果動作稍微慢一點 大概就是兩三個鐘頭吧 好啦 本支影片就到這邊囉 大家掰掰 掰掰 by bwd6